Sakadane的这个酒种的起种方式非常简单 首先你要准备米麴菌 那这个米麴菌就是你一般可以市售可以买到的 像在日本是很容易买到 或者在台湾的网络 或是像Amazon的网络上 都可以找到很类似的这种干燥的米麴菌 那它长的呢 大概实地是像这个样子 它是富含了那个酒曲菌种的一个干燥的米粒状态 那我们今天在起种时候需要准备40克 所以这是已经称好40克 那这个混合里面需要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发酵的起种的罐子 这个罐子的容量我建议大概准备 800毫升到1公升左右的这个容器 然后必须可以大概记得要消毒过 然后准备一般我们常温可以喝的煮沸放凉的开水 然后再就是120克的这个煮过的这个一般的白米饭 那因为我们在整个操作程序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步骤 都会不断的用到这个米饭煮熟的这白米饭 所以你是可以煮个多一点 然后把它分装 然后一袋一袋120克分成像这样一袋一袋的 那你要用的时候呢再来使用 那煮完之后放凉密封以后就放冷凍 然后使用的前一天或前几个小时拿出来放在常温 让它在冰凉的常温状态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先把这个40克的米麴菌加进来 再来就是120克的这个放凉的白米饭 那这个120克就是以40克为基准 所以它的三倍的重量 常温的冷开水大概是480克 也就是40克米麴菌的米粒的12倍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水加进来之后 它整个这个体积大概占了整个罐子的60%左右 所以呢 我们未来里面留的这个空气量很重要 所以你不要准备太大的罐子 也要不要太小 因为你必须让它有一定的空气 可是那个空气量又不要太多 所以我建议大概800毫升到1000毫升就是1公升左右 这个大概的玻璃瓶罐是最适合的 不要用塑胶的用玻璃瓶罐 确定你这个米饭没有结块的状况 混合之后我们就直接加盖密封 之后我们必须把这个发酵的菌种罐呢 放在一个常温的状态 比较适合的温度大概是17到24度之间 千万不能高过24度 因为高过24度的话 你的菌种活力会太旺盛 然后可能会让整个液体偏酸 所以记得在做这个米粤酒种菌种的时候 你的温度控制很重要 请控制17到24度之间 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温度 所以如果是让台湾或者是雅热带的气候 在夏天就可能会比较难操作 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找到阴凉的地方 或者像家里如果有红酒的冰箱的话 就是红酒柜的话 放进红酒柜里面大概15度也是一个非常OK的 这个动作密封完以后你可以标示一下起始的这个时间 然后你不用去记录高度的问题 起始的时间到它整个成熟到进入下一个阶段 大概会需要48到72小时 那我们就等它到下一个阶段 已经进入Round 2的时候成熟的状态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步骤的操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